大家好 來後 要開箱就開得徹底一點 使用前後要跟人家講得清楚 這是關頭的這個名字 之前開箱都有跟各位介紹的這個鞋子 中間這雙是亞瑟式的女鞋 對 然後今天來做這個開個跳的測試 我們大概跳了幾百下之後 我發現一個 美金龍的這雙 感覺腳會 越來越沉重 因為他的吸陣沒有這雙亞瑟式 感覺起來的吸陣 尤其在這個 腳尖的前半塊 因為開個跳就是 原地的一直彈跳一直彈跳 那 感覺他就是比較吸陣 然後腳比較沒有那麽疲勞 所以 以吸陣的這個測試來說 亞瑟礁獲勝 對 那我相信這個走路來說 米金龍這雙鞋應該也是會非常秤直 因為剛剛跳了幾百下之後就發現 腳沒有特別疲勞 黑就是黑 白就是白 看一下 如果踩下去這裡 對 這美金龍的鞋 每一款鞋子好像都有這個問題 尤其是寬版的 我那一雙 兩千多塊三千塊的跑鞋 也是都會這樣 這裡也是都會這樣 來換腳 黑就是黑 白就是白 這裡也是會 不過這雙還不錯看 目前穿起來感受如何 舒服 舒服啊 目前是真的 好適合走路喔 目前 這一雙我們今天把它穿在山上走跳 真的很舒服啊 而且我還把它綁的 稍微緊一點 OK 因為買的 原本就是想說大一點 會比較舒服 蛤 OK 有點土 剛剛有吐到啊 所以前頭有點土 OK 等一下稍微 擦一擦就好 好 好 繼續體驗 謝謝 你沒有Cue我 我Cue你啊 現在 好吧 今天這個爬個小山丑 還蠻好重的 然後前面掛到 如果黑的就喊出來 還很不錯 那 對 對 上面有掛到 放一個那個老先生 然後搬東西 然後搬東西 結果腳很離開 黑白箱店 再來好看 它重點是它是寬頭的 我給我報告穿了 那個 楊瑟斯 那一床 走個百貨公車 怎麼會這麼重呢 就有兩床 走太久了 但那今天也別走很久了 但是就是 全先生覺得很好 因為那 前後啊 還比我的人還蠻暈癒的 所以下山之后 下山之后 沒有 拇指一直去吐到前面 所以各位 宣洩很重要 不要擺太緊了 寬鬆一點的 就是 合適的 OK 今天這樣走還蠻暈癒的 OK 以上 以上 就是 差不多 很快 這就是 穿著 實際穿著 走跳之後的 真實心得感想 真的有走啊 你看都有塗 不過剛剛有清一下 連這裡都 不然就少一個 這個 就少一個 其他凡數 第四十 到戶外 交走 爬山 走個小山丘 好 好 之後 穿去跑步 運動 還可以跟各位說明 OK 等一下